最好的胸肌训练动作和最破的胸肌训练动作都有哪些 今天给你安排一首胸肌训练动作 一坑清单 不要看空空打你 咱们先说最破的 第一个 破服务撑 服务撑局限性太大 想通过只在家只做服务撑 练出又大又饱满胸肌的科们 你就想想吧 第二个 大领子单侧夹胸 这个动作极其不稳定 且运动轨迹很刁钻 非常需要一定训练基础 所以很难找到感觉 第三个 两个破领子上题 我愿称之为肩膀终结者 99%的哥们练这个动作都是胸一点感觉都没有 肩膀特别疼 第四个 站姿破绳索的推胸或夹胸 站姿很难控制躯干稳定 最后的结果就是胸没感觉 刺激也一般 接下来我们说最好的 第一个 破双杠必须伸 练下胸胸外眼的王牌动作 必须含胸 身体必须前倾 不对话打你 眼后胳膊肘必须向两边打开 不打开我打你 第二个 破领子上斜握推 练上胸胸中缝的王牌动作 破双杠必须在你的锁骨附近直上直下 大胳膊与躯干夹脚 必须小于90度 不打开我真打你 第三个 破杠杠杠平板握推 能练到整个胸肌的王牌动作 破杠杠杠必须在你的下胸附近直上直下 跟这后片子还打你 同时也是大臂和躯干 必须小于90度 第四个 破杠杠杠杠杠杠 这个动作真能让你的上胸中缝 嘎嘎嘎嘎说 全程必须夹走 然后两个手掌相互对抗 并夹住破钢铃骗子向你的鞋上方去推 行了